Just tell me 為什麼 眼神有話要說 是不是 噢 噢 噢 抖音 Oh no! Oh no!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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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音 壓成耳朵提高警覺 聲音細胞全面戒備 你的臉花絕 浪漸 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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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音 抖音 老婆 嗯 你幹嘛呢 我在吃柚子 喝茶 我想你了 幹嘛呢 我當然問你想不想我 想啊 當然想啊 吃飯 想哪兒啊 想哪兒啊 蛤 我去機場 我前面又有一個人就是戴墨鏡 戴口罩 然後我的驚人姐姐就說 哎 這個女生是奶腕 然後因為我跟奶腕很熟 我就過去說 猜猜我是誰 哈哈 然後結果奶腕冷漠啊 我說奶腕這個人這麼這麼 啊 我就這麼努力的打交互了 她冷漠 我猜我是誰 她沒動 哎 我 然後 很久沒動 哇 我感覺性不太對 這時候這位藝人她在旁邊的工作人員說 說 王四公老師您好 我們這個 這是徐毅陽 新人多多支持 這是徐毅陽 新人多多支持 等等 希望你 早日能夠成為 你最想成為的那個人 或者號兒山藤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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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都難免說錯話 只不過高手會用高情商就場化解尷尬 推薦這三門口才三決 唯人三會修心三步 你也可以成為高手就場化解尷尬 因为真的很难见到 而且跟大家说一下 以后未必能再见 你是看过他们仨谁的体检报告来 怎么的 人家根据不迷路 抖音 我的摄死瞬间 你能跑吧 我是嫩迪 你进入了吧你 哎呀你能不能有点素质 我跟你接着对 我还没素质 我还没素质 你真的不能炒到那一米多高了 吃啥呢 你拿来吧你 以后跟我出人便说认识我 我都想丢人 你咋的呀 我告诉你 这也是我 就是你这东西 哎 眼睛我给你个惊喜 哎呀你别这么没用的了 我给你接着对象 快点是吧 你再去摸着你 不要搞什么呀 哎 哎 哎 你这个味你烂肠子了吗你 我等我吃点萝卜 哎自己吗 哈哈 回头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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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我给你接着对象了 哎 对象 刚才那个不是我 你信不 心爱努力爱期待爱 我想跟你谈恋爱 哎 抖音 我过一座桥边的时候 看到桥下面有一头牛 我想挑衅他 但怕他牛顶我 大巴扩子上场太多了 然后我就突然被绊倒了 一个滑坦 吓得我赶紧掉 就放心我怕那个牛来顶我 抖音 为什么 天使有话要说 是不是 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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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我老我 我我我身材用泡 你让我身材用泡 我身材用泡 抖音 抖音 事情是这样的 火锅店服务员衣服上 这样写着 于是 我是这海 我咧 我来叫一下 人没了 没得理 人没了 人我来 没得理 人我来 没得理 人我来 抖音 世俗重要 男人无拘无为 做人做事 总是从能面对 本生路上还多无奈苦累 再强的男人也会有匹配 各位朋友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 哪怕是现在回想起来 都还是会感觉到非常尴尬的事情 我有 我记得那是2017年的一个夏天 那个时候本人还是很喜欢逛漫展的 毕竟我是个老二次元 而且还喜欢古风 恰好那个漫展上就有一个 我很喜欢的古风歌手出席 但是遗憾的是我记错了时间 当我的朋友过来找我的时候 我还在健身房里面健身 并且没有带多余的衣服 于是我们两个就这样 从健身房来到了会场 到会场的时候 我们两个已经迟到了 更糟糕的是我发现 我们两个的座位 其实非常的靠前 于是就出现了以下的这个场景 一个刚刚训练完 身着健身背心 肌肉还在充学的猛男 在一群穿着kors服和汉服的 小哥哥小姐姐的面前 缓缓入场 我他妈当时感觉 连主持人都停顿了一下 看了我一眼 关键 这还没有完 演出结束之后 我怀着兴奋而激动的心情 找到了那位歌手 想和他来一张合照 没想到他见到我的 第一句话就是 卧槽 旧男也喜欢鼓风啊 我当时只能苦笑 就这一连串的经历 让我四年都没有逛漫奖了 真的太丢人了 你爱我我爱你 你学冰成甜蜜蜜 你爱我我爱你 你学冰成甜蜜蜜 得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